为保障食品安全而持续研发新的食品安全测试方法 南洋理工学院同法国公司合作 年底前设立食品安全检测中心 采用新检测技术 预料检测所需的人力和时间将减半 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本地超过90%的食品从外国进口 教育部兼贸工部政务次长刘彦霖 在食品科技研讨会上表示 南洋理工学院和法国生物美里埃公司 合作设立食品微生物快速检测中心 在食品安全领域跨出了一大步 纳米技术在本地食品、生物医药和农业等领域的使用 过去15年来日益广泛 有助抑制微生物生长 并保持食品新鲜度和口感等 针对纳米粒子对人体可能潜在的危害 本地研究人员正着手探索风险 南洋理工学院也同江南大学和加里弗尼亚大学 戴维斯分校签署合作备忘录 三方将开展食品方面的研究 南洋理工学院明年第一季也将设回教认证中心 用新的分离混合物方法进行回教食品认证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 任何 15位 优优独播剧场 向人